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为什么选择话剧?是害怕被压剧,还是单纯想锻炼演技? 那么肖战当初选择去参演话剧,是害怕被压剧之类的? 还是单纯的想要提高自己的演技呢? 我想肖战一定是后者。 他的初心是潜心提高表演能力,为以后更好的表演角色夯实基础。 蓄势待发,至于压不压剧这些,其实都不重要。 不然肖战也不会在面对话剧的时候也那样严谨认真了,一段戏就要重复好多次。 哪怕大家都觉得可以,但是肖战自己却依旧觉得可以更完美。 相比于影视剧,话剧要求综合能强,而且要求演员的临场发挥能力。 不但要求演员的控场,台词,肢体表现,情绪转换,临场应变能力高。 而且还能通过话剧舞台本身打磨演员,令其具备更优秀的艺术表现力。 话剧多是现场,没有重来的机会,需要处理好每一个细节。 因此,影视作品的大家习惯称之为演员,而话剧演员大家都称之为艺术家。 通常一个经过舞台剧历练的人,才是被业内真正认可的演员。 肖战曾经说过,一定要在这世上留下他的闪光点,因此。 他也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前进,他就是这么个努力实干的上进青年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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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